校长先生 小豆豆和妈妈走进房间时,房间里的男子从椅子里站了起来,他的头发已经有些稀疏,前面的牙齿有的也脱落了,但脸上的气色非常好,他的个子不算高,不过肩膀和胳膊都很结实,黑色的三件套西装已经旧得有些走了形,但穿在他的身上却显得非常整齐。 小豆豆急忙鞠了一躬,大声问,您是校长先生呢,还是车站的人? 妈妈急忙想解释是怎么回事,但那个人已经笑着答道,是校长先生啊。 小豆豆非常开心地说,太好了,那么拜托了,我想到这个学校来。 校长先生让小豆豆坐在椅子上,然后对小豆豆的妈妈说,下面我想和小豆豆谈谈,您请回吧。 只有一瞬间,小豆豆有点担心,但朦朦胧胧的,小豆豆觉得和这位校长先生在一起很让人放心。 妈妈很利落地说,那么就拜托您了。 然后,妈妈就走了出去,把门也关上了。 校长先生把椅子拉到小豆豆跟前,面对小豆豆坐了下来,说, 好了,你跟老师说说话吧,说什么都行,把想说的话,全部说给老师听听。 想说的话? 小豆豆本来以为,校长先生会问些什么问题,让自己回答。 当听说,说什么都行,小豆豆开心极了,立刻开始说起来。 说话的顺序,说话的方式,都有点乱七八糟的,但他拼命地说着, 刚才坐的电车跑得非常快,想要留下车票,恳求车站检票的大叔,他却不肯给。 以前读书的学校,担任班主任的女老师,长得非常漂亮,那个学校里有燕子窝,家里有一只茶色的狗,名叫洛基,他会握手和对不起,吃过饭后,还会表示很满意,很满意。 上幼儿园的时候,曾经把剪刀放到嘴里,咔嚓咔嚓地剪着玩,老师看见了生气地说,会剪掉舌头的,但还是那么玩了好几次。 流鼻涕的时候,如果老师呲溜呲溜地吸来吸去,会被妈妈骂的,所以,要尽快地擦掉。 爸爸很擅长在海里游泳,连跳水也会。 诸如此类的事,小豆豆一件一件地说起来, 校长先生边听边笑着,点着头,有时候还问,后来呢? 小豆豆越发开心,说个没完没了,可是,慢慢地,终于快要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 小豆豆闭上了嘴,想着再说点什么,这时,先生问,已经没有了吗? 小豆豆觉得就这样结束了的话,未免太可惜了,好不容易有人愿意听自己说话,这么好的机会可不能错过。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?没有了吗? 小豆豆的脑筋在急速地转动,想啊想啊,终于,有了,他又发现了一个话题,那就是当天小豆豆穿的衣服。 一般来说,小豆豆的衣服都是妈妈亲手缝制的,但今天穿的这件却是买来的,这是因为,每天傍晚,小豆豆从外面回来的时候,身上的衣服总是破破烂烂的,有时候,甚至碎得不成样子。 怎么会搞成这样呢?妈妈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,为什么连镶着松紧带的白色棉短裤也会弄得破破烂烂呢? 用小豆豆的话说,就是她有时要拱过篱笆,穿过人家的院子,有时候,还要钻过围住野地的铁丝网,就成了这个样子。 结果,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,妈妈手缝的漂亮衣服已经一件不剩,全都破烂不堪,没办法,只好穿上了以前买的这件。 这是一件针织料子的连衣裙,图案是胭脂红和灰色的细格子,其实也是一件很不错的裙子,但领口上的绣花是红色的,妈妈说她有点俗气。 小豆豆想起了这件事,赶紧从椅子上溜下来,用手提起连衣裙的领子,走到先生的面前,说,这个领子妈妈不喜欢。 说完之后,小豆豆搅尽脑汁想啊想,这回,却是真的找不到什么可说的了。 小豆豆不禁有些伤心,这时,校长先生站了起来,用温暖的大手摸摸小豆豆的头,说, 好了,从今天起,你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了。 这个时候,小豆豆感到生平第一次遇到了自己真正喜欢的人,因为,从小豆豆出生直到现在,还从来没有一个人这么长时间的听她说话呢。 而且,这么长的时间里,校长先生一次也没有打哈欠,一次也没有露出不耐烦的样子。 她也像小豆豆那样,向前探着身体,专注地听着。 那时,小豆豆还不会看时钟,但她也感觉到过了非常长的时间,如果她会看时间的话,一定会更加吃惊,而且也会更加感激校长先生。 因为,小豆豆和妈妈到学校的时候是八点钟,在校长办公室说完话,决定让小豆豆成为这个学校的学生之后,校长先生看了一下怀表说, 啊,已经是午饭时间了。 这就是说,先生整整听小豆豆说了四个小时的话,无论是之前,还是这以后,再也没有一个大人这么认真的听小豆豆说话了。 另外,刚上一年级的小豆豆,居然能够一个人说四个小时的话,要是妈妈或者从前学校的老师听到这件事,一定会非常吃惊。 这个时候的小豆豆,还没有觉察出自己退学的事情,连周围大人们是怎样的为难,她也没有注意到。 小豆豆的性格本来就非常开朗,非常天真烂漫,不容易把事情放在心上,不过,在小豆豆的心中,不知为什么,有时候会有一种被排斥的感觉。 她朦朦胧胧地感到,仿佛只有自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,被冷眼相看。 可是,和这所学校的校长先生在一起的时候,她感到非常安心,非常温暖,心情好极了,能永远和这个人在一起就好了。 这是小豆豆第一次见到校长小林宗作先生的感受,而且,幸运的是,校长先生在那时,也和小豆豆一样,怀着相同的感觉。 你